最好的草莓在苗栗大湖不是夸口 这个品系呢甜度也好 再来说它的硬度也好 到耐储藏运输 只有得靠品质把关 这个台湾最大的草莓供应产地 搭上观光果园风潮 全力锁定内饰市场 我们要求的就是耐储藏 耐储藏运输 这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说 草莓一定要像这个十分熟 品种从日本引进 大湖日夜弯差大 有得天独厚的培育力机 而台湾农民的厉害 是把种植技术再革新 到日本去观摩的时候 并去学习的时候 就发现它是立体型的 单一层的 只有这一架 单一层 日本只有这一架 那么我们回来的时候 再改为两层 改良式的立体高架 透气 通风 减少病菌侵害 对农民消费者都是福音 消费者也好 农民本身也好 不会说长期这样弯腰 然后半吨的姿势 采摘草莓呢 这个姿势如果持续太久的话 对器官节都会造成伤害 尽管现在大湖地区只有六公顷面积加入改良 但泛熟龙不及 慢慢推广教育 让每个人都是时尚农民 我们看到这一盘 很漂亮 很大颗 必须有得名的喔 必须有得名喔 有得奖 对不对 暖略大湖地区草莓种植密集 五百五十公顷 一年产值高达十四亿 客家农民其实并不想只安现状 甚至比也有越来越多大陆的订单 但现在接不下来 因为栽种密集无法突破 始终是一大难题 核太太母 必须有得名喔 核太太母 必须有得名喔